美国总统拜登24号宣布将撤销前总统川普颁布的移民签证禁令 将重新恢复发放绿卡 并称关闭合法移民的大门对于美国没有任何益处 更进一步伤害国家 妨碍美国公民、合法的永久居民与家人团聚 拜登上任以来推翻川普多项移民政策 下令停止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 结束旅行禁令并放宽难民政策 包括川普政府从2019年与中美洲国家签订 遏止非法移民的安全第三国协议 众议员格莱姆就批评拜登的移民政策是个灾难 周二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宣布 拜登政府将重启德州一个官押 无人陪伴儿童非法移民的设施 不过先前拜登与副手贺锦丽就曾谴责过 川普使用这些设施是牢笼 对此白宫前高级顾问米勒回应 相较先前川普政府时期的安全配套 拜登的做法才会使这些孩童陷入危险 另外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迪普顿 周二晚间发布了德州寻求的初步禁令 无限期禁止拜登政府暂停驱逐 非法移民100天的命令 法官表示该举措不仅违反联邦法律 并令德州政府花费额外成本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导